行車記錄器拍到81歲的部落客 用槍指著Uber女司機 手無寸鐵的司機被逼得頻頻往後退 面露驚恐表情 女司機試圖制止部落客 要她不要靠近 說自己只是被通知來取包裹 就是槍聲一響 女司機求救後 部落客不理會 直接朝她的腿部開槍 俄亥俄州這名老翁 案發前接到詐騙電話 說她侄子被抓進牢裡 要她馬上匯一萬兩千美元 來換侄子的安全 她拒絕後 詐騙集團威脅要殺了她 沒想到掛斷電話 Uber司機剛好上門 她誤以為女司機是被派來殺她的 最後女司機傷重身亡 其實近年來 在亞洲相當猖獗的電話詐騙 在美國越來越常見 根據統計 去年美國這種電話詐騙舉報 超過三萬起 損失高達26億台幣 專家提醒 遇到陌生電話 不要隨意接起 否則被錄音後 會被生成AI詐騙語音 TVB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